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 尋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的節目系列 今集我許傘 另外還有我們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按讚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些移民潮來說 尤其是去BNO早家英國這段影片 很多人都說爭先恐後去 不知為何 這次要討論吳逸言的過氣歌手 我真是想跟他說一聲 好行甲不送 快快走 這麼不喜歡香港 快快脆脆離開香港 我認為對他的身心是最好的 你不喜歡留在這裡為甚麼 某程度上也有他的目的 因為他演唱歌不成功 後來就開飯糰的店 開著開著又有差不多 再加上去 2019年黃刀包 甚至是仇警 詛咒警察要離世 說粗口 或是暗示 甚至乎有去過 經典的一幕 太古城 那些人說要去那裡搞一些 和你唱或和你瘋 或是和你瘋 搞到很嚴重的時候 你們說要在那裡搞事的話 警察當然要去看著太古城廣場 看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正常的 但是要離開太古城 我想我第一次剛才跟黃刀包 一比乎無罵 瘋的又不讓人逛街 又說不讓人聚集 什麼有目的 他都多元的 他都瘋的 他瘋的 他瘋的 雖然出來吃飯有問題 又不讓人在那裡等 逛街 我覺得很無理 難怪這麼多人去跟他理論 但其實沒有結果的分數 被他吐 我真的問候他娘 他很生氣 我現在感覺到汗了 可能不知道立刻可以做什麼 我只是覺得很生氣 很生氣吃飯 因此又說什麼 阻止他去吃飯 又說什麼 隨時會被他們拿棍子吐 我出來吃飯 出來逛街 這是什麼 這是不可以 這是阻止我 做什麼 你猜你真是天王巨星 這是一件事 他仇警 以及他對於藍絲 我們待會再說 現在 我們數一數 2019年的時候 你對警方這麼仇恨 對於這些手足 甚至說 銀團的店舖 就不好生意 但是仍然會做一些 類似參加免費的 請黑暴仔黑暴妹吃 說到自己很黃 是要跟同路人同一條心 還是怎樣 是世相隨 大渣哥的朋友 大家都是渣 好了 如果你當時已經瘦到這樣 老實說 快點離開 你是不是沒有能力 哎呀 我也不明白 你唱歌就唱歌 賣東西就賣東西 你隨便 你隨便 放進去這些政治 不過是的 那時候的氣氛 的確令很多人很迷惘 甚至乎 想起一遍 其實過了這麼多年 應該很多事情 都放下了 還是 有這樣的想法 對香港這麼絕望 是真的 快去離開 對他自己 對香港也是好 對不對 如果你說到香港這麼誇張 你 合其你老公 還有你的小朋友 是否應該會被警察 你沒理由這好幾年內 逛街都沒有見過警察 是否應該要吐到你們 幾乎 這麼大險 快點離開 你還沒離開 你還沒離開 不要怪我 語氣重 其實近一年半載 都跟她老公 都去過幾次英國 不知道是探路 還是打算在那邊開飯糰店 去益一下手足 還是怎樣 這個不知道 他們兩個過去做什麼 探路 租屋 或者看環境 這是一件事 他在新近 就出了個帖 我真的 矮見 之前都光顧過那些飯糰的 紅路人 真的要扣喉 要吐 為什麼呢 走就走 還要向香港潑市 他就這樣說 從今天開始 都找不到藉口 再留下 我只想一想 要離開 眼淚 就不由自主流出來了 不捨得的 只有自己 對於小朋友來說 是好事 是時候要付諸實行 哪一天發帖 就是正正3月23日 即23條 即是暗示這件事 拍攝著自己在英國的地鐵站 對 沒錯 即是摘星奇緣 是否在那邊 沒錯 再說回 不知道他那裡是否開書店 還是開什麼 那就搞笑了 那你就不要說到這麼誇張 說到香港要倒閉 要死 那些 你說到好像有感情 不捨得離開 那些 嘩 有沒有這麼誇張 我很不喜歡見到那些人 用來賣弄這些感情 你走就走 不走就不走 一句就一句 你又不捨得 但是又說到自己不走不行 你搞什麼 你是走就不要走 你走了就不要回頭 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 你這麼不喜歡香港 你就不要經常說自己是香港人 尤其是現在很多的 BNO有 很討厭香港 香港想死 恨不得的 立刻錄尋 但是去到外國 就經常說自己是香港人 不知道這是什麼心態 這些 最賤價的是什麼 你這樣的話 令到仍然希望留在香港的同路人 人家很難受 是不是 人家都想著再留下 沒有藉口 再留下 那你只是說 那些留港派 本土派 你們找藉口 還留在這樣的香港 是不是 我吳日燕 阿姐我 都撐不住 和你們撐了這麼久 找不到藉口 你們還在找藉口留在香港 留在新香港 美麗新香港 還有在這 有23條 有國安法 底下 沒有言論自由的香港 你們還要繼續找藉口 在這裡留下 你們的事 這樣說話都可以 你 有什麼錯 留下 就算有部分的香港人 對23條不滿意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 他們也要生活 也要吃飯 也要工作 留在這裡 留在這裡沒有錯 以前都光顧過他 支持過他 原來你這樣說話 踩到香港一民不值 不走不走 現在是 壞到 即使你 賺了這麼多黃油的錢 即是他們打算 給你那個黃店 去賺一些飯糰錢 當時還有 那個公民黨的余德堡 沒有得做區議員 都曾經去過吳日賢的飯糰店 穿著圍裙站在門口 整個乞衣賣飯糰 無論如何都算是自力更生 即是你以為是黃中黃的黃店 更賤格 這個人 浴景的字眼 這個人比王喜更瘋 如果王喜也夠瘋 就是黃喜套著垃圾袋 但你這個吳日賢 竟然 他擺在太古城中心 即是和你唱的 他和他老公 故意走去那裡 左頭左勢 和搞事的人 在同一陣線 警方一定連你都拘捕 認識你老鼠嗎 你老公怎樣 拿個飯糰出來就認得他 然後他還放在社交平台上 問警察何時死亡 為何還未死亡 你肯爭到了 有些神經病 又說沒有言論自由 又想打人 覺得首次被防暴警 這樣留他 叫他趕走 不讓他在那些地方過 搞到他沒有心機吃飯 然後又放一些照片出來 扁嘴的那些 即是又怎樣怎樣怎樣 這麼嚴重 他後來還好笑 又說自己有 香港有兩間公司 一間是慈善團體 營運了四年 被銀行取消了他的戶口 另一間就說 營運了16年 又被銀行凍結了 總之意思就是 兩個戶口的命運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被監管 被限制 這個金融體系 真是很自由 那時候你很爛 那時候又不走 現在你才走 其實代表著什麼 香港一向都是 被人自由出入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真的沒有自由 為何你還可以走 這麼簡單的邏輯 他好像特意不明白 還是扮無知 我也不知道 這些人是離譜到怎樣 連他父親都不放過 黃藍上佬那些 連他父親都放在網上公審 那時候 記住 小孩子無罪 我們千萬不要說他那些小孩子 怎樣怎樣怎樣 去到英國如何如何 這個我們記住 好嗎 他的筆孝貼是怎樣說的 其實在約莫2020年10月中 那時候也有報道 他出了一個貼 他的女兒很大的頭 清潔不要再亂貼 他就說 早上女兒如常在玩 公公來了 陪他畫畫寶 故事就開始發生了 他就問 咦 為什麼他的臉損了 傷痕不像他自己弄傷 那是誰弄傷 吳逸然說 是嗎 不知道 像是被畫紙戒損 他自己在那裡撕破紙 為什麼你不看著他 還是你顧著玩電話 為什麼你要買紙給他撕 吳逸然聽到這句就嘟嘟嘟 然後他就hashtag 好佩服他推射責任的警戒 恐怖星期四 這句相當不孝 有這樣的思維 你都知道他是什麼顏色 咦 什麼顏色 說清楚 你自己是黃到爆炸 這樣就行嗎 不是跟你一樣 可能他見他爸爸是藍絲 所以想去說這些話 喂 不要這麼賤 是不是 我都不明白 你為什麼會說這些話 在網上寫出來 你自己心裡想就算了 你這麼不喜歡你爸爸 不是的 寫上網 這麼有趣 如果你爸爸就算是推射責任的人 你覺得他這樣叫做推射責任 或者他這樣叫做禮環之曲 這麼小的事 如果你這麼小的事 你都將他射下去和黃藍有關的話 喂 你人的腦 什麼都要跟黃藍分分 總之做出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藍絲 對 好東西就黃 是不是這樣 對 我真的不得不捨個複製 還有 你也看了這麼多仇警 我不知道他真的仇到這樣 還是仇你呢 希望抽水 讓自己的生意做多些做好些 因為他的飯糰是一個很知名的黃店 好像是顛峰期 真的很瘋 開到六間還是多少間 是嗎 那生意也曾經好過 現在不知道是怎樣 他當時還製作了一張照片 被控告 心想 如果自己是當中的主角 我會怎樣做 即是他講的驅趕他 結果 終於被兜口兜面 被驅趕 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很生氣 他用三個很生氣 即是重要的事說三次 同時我很傷心 不敢相信香港真的變成這樣 在太古我做不到什麼 只是能夠背著這些賤人緣 即是他暗示 那段影片大家上網都找得到 你看五日然加格太古 你找得到他那段 劉警察那段自拍 究竟是怎樣 戴著口罩 喂 離譜了 真的離譜 記住 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記得當時是有限聚令的 所以他還搞什麼 和你唱那些 是離譜的 是啊 真的快點 快點離開 原來他的腦袋還是這麼偏執的 香港真的不適合他 不過這樣 我就真是苦敲婆心勸勸他 你去到英國就不要再說自己是香港人了 真的的你這麼不喜歡香港 為什麼還要做香港人呢 老實說我自己現在都不是住在香港 但是我一向都視香港是我的故鄉 我的出生地 也不會因為任何原因而突然這麼憎恨香港 是這些人去到外國的原因 就是對香港有一股奇怪的仇恨出來 所以我就只是在這裡勸勸他 千萬不要說自己是香港人 真的 還有可以離開的 你不要回來 不要回來 你說到香港這麼可怕 流眼淚 好像被迫著你走 沒有藉口留下來 你不要找藉口回來 我猜他幾年後都會回來 你以後永遠不要再踏足香港 你說到沒有藉口留下來 你還有什麼藉口可以回來 沒有的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呢 過了幾年這些人 就會靜悄悄悄回來 你不要告訴我 買中 肯定會回來 這些人 不知道他會不會叫他回來 當然他回來也是他的自由 不過老實說 我的感覺就是在手足挖了些錢 然後現在就帶過去英國 我不知道你是穩救還是怎樣 或者是5加1 還是什麼也好 究竟是否在那裡再搞生意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那個手法就相當之惡劣 就是臨走 還要向電燈署弄一個黃狗射尿 好像搞什麼 就是這麼壞 那我們今集就暫時說到這裡 這些人真的好行隔不送 叫他爛才對 好了 我們大家拜拜 拜拜